因为一直在做关于减脂的视频 发了很多这样的对比图 导致很多小伙伴以为 我曾经是个胖子 但其实 我最早的状态是这样子的 我一米八八 当时只有65公斤 就是那种怎么吃都不胖的类型 当时我作为朋友还觉得羡慕 我自己也觉得还不错 直到后来 我的审美发生了变化 开始尝试增肌增重 我才发现 这个体质真的太难了 每次吃的比谁都多 但就是不见长 而且一不留神就又瘦了 感觉就是在浪费时间浪费钱 我相信很多点开这个视频的小伙伴 都跟我有同样的困扰 所以今天呢 咱们就从训练 饮食 恢复 和心态这四个方面 来分析一下 瘦子该如何科学的增肌增重 让你撑起衣袖 看起来更有形 咱们话不多说 现在开始 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训练 上次留言里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 瘦子该如何练出肌肉 其实不管你是要增肌是减脂 是胖是瘦 咱们练出肌肉的方式 都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假如你没有什么健身基础 而且现在特别瘦的话 那么健身房不是必须的 你可以在家用自重 哑铃 弹力绳 也可以到街头上用单双杠来健身 都可以达到增肌的效果 但重点是 现阶段的你 需要找到一个你既喜欢 又能长期坚持的健身方式 因为如果每次运动你都觉得很痛苦 没有任何成就感的话 那我保证你坚持不下去 那接下来你需要一套 可以马上开始的训练计划 如果你在家健身可以使用我之前给大家制定过的一套 家庭训练计划 我贴在这里 详细的动作讲解 大家可以去看我之前4月10号的那期视频 我会把链接放在评论区 如果你有条件去健身房的话 可以进行这种三天分化的力量训练 比如推拉腿训练计划 同样这里我贴给大家一份 之前制定好的训练计划 你们可以参考一下 诶 求个赞不过分吧 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如果你是那种很难增重的体质的话 那你要尽可能避免多余的有氧运动 否则你就会发现 体重不增反降哦 以上就是针对新手的训练方式 但是假如你已经有了一到两年的训练基础 还想增肌 这时候健身房可能就是必须的 因为咱们已知肌肉增长的方式就三种 第一 力学张力 也就是做大重量到力竭 第二种 肌肉破坏 也就是咱们的肌纤维在遭到破坏 并恢复之后会比之前更粗 第三种 代谢压力 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那种蹦感 但是前两种方式 都需要咱们通过不断增加负重来实现 很显然自重训练很难达到这样的条件 这也就是为什么 如果你长期在家或者在街头健身 遇到了平台期 肌肉很难再增长的原因 关于进阶训练者 如何利用渐进负荷 来突破自己的平台期 我在之前的一期视频里有详细讲过 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第二点 饮食 饮食可能是大家在增肌期最头疼的问题 作为一个瘦子 我该怎么吃 吃多少 为什么我怎么吃都不长呢 可能大家心里也清楚 你不长就是因为自己吃的不够多 可能你只是想找人确认一下 那我在这边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对 你就是吃的不够多 因为一般说自己吃的比较多 咱们参照物都是自己周围的人 可人家有的一胖体质 喝水都胖 这你怎么比啊 所以咱们的参照物不能是别人 只能是自己 如果你没有长 那就说明相对于你自己的体质 吃的不够 但是说归说 涉及到实际情况 我们该如何操作呢 在咱们开始计算各种宏观摄入量 什么蛋白 碳水 脂肪之前呢 我在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简单 而且你可以马上采取行动的方法 保持你现有饮食不变的基础上 在每餐之间加一顿零食 假如你是一日三餐 你需要在早餐和午饭间 午饭和晚饭间 以及晚饭和第二天早餐之间 各加一个零食 这种零食不仅制作起来非常方便 而且口感 营养 卡路里都非常不错 在这里我给大家推荐 四种我使用过的增肌零食 第一个 花生酱香蕉三明治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把两片全麦面包加起来 抹上两勺花生酱 然后把两根香蕉切片 BOOM 就完成了 别看东西不多 但是它却有将近700卡 是不是很吓人 第二 水果煮鸡蛋加酸奶 这个准备起来更加方便 你都不需要做 一餐的话我会吃一把蓝莓 两个鸡蛋和一个酸奶 携带起来也非常方便 我一般会放在链前吃 第三 杏仁加蛋白棒 杏仁和干果是非常优质的脂肪来源 而蛋白棒有很高的蛋白质和热量 两杯干果加两根蛋白棒 就有将近760卡 第四 蛋清燕麦加蛋白粉 这个类似于自制的增肌粉 口感也不错 而且它的碳水来源 比增肌粉要好很多 对胃没有太大的负担 所以我会把它放在睡前喝 怎么样是不是还挺简单的 在你原油饮食的基础上 任选以上三种零食 我保证你可以长 但是假如你已经是进阶选手 练了一两年 而且已经在平台期停滞很久 那么你确实需要计算一下宏观摄入量 你要确保每天吃的比自己的基础代谢高至少300到500卡 而且在增肌期 蛋白质非常非常重要 虽然我没法给大家一个具体的标准 因为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但如果你硬要我说的话 每个人至少要吃到1.6到2克 乘以你体重的蛋白质 因为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里 蛋白质含量很少 所以大家一定要专门的额外去摄入蛋白质 另一个我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 增肌减脂如何同时进行 能真正让你实现这一点的 其实就是睡眠 当我们健完身后 摄取够了足够的蛋白质 在睡眠中我们的身体就会产生HGH 人类生长激素 这种激素会加快咱们的新陈代谢 帮助减脂增肌 尤其是在非快速动眼睡眠 也就是深度睡眠中 流入到肌肉里的血液会增加 加快修复肌肉纤维 而对于减脂来说 我曾经给大家举过一个调查研究的例子就是 当你睡不好的时候 尽管你的体重可能都会下降 但是你的燃脂量将会是平时的二分之一 也就是说无论增肌还是减脂 每天保证7到9小时的睡眠 是至关重要的 本来关于睡眠我不想讲太多 但是我发现 对于咱们现代人来说 不管你是学生还是上班族 每天保证7到9小时的睡眠 真的是太难了 而且有些人尽管会在床上躺很久 但根本没睡 而是在玩手机 是不是你 总之作为瘦子想要增肌 你要把睡眠当成一个事来对待 让它和健身 饮食 同等重要 最后一点我想说一下 关于咱们增肌时的心理误区 我看之前的评论里有说 哇增肌好难 我又得花钱买这么多吃的 又得计算这个计算那个 算了 我还是老老实实做一个瘦子吧 如果你这么想 就陷入了一个追求完美的心理误区 比如我告诉大家 怎么吃怎么练是对的 并不代表你必须百分之百 按照这个做 也许因为客观条件 你只能完成百分之三十 或者百分之四十 你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我经历过增肌和减脂两个阶段 可能是因为体质原因 我觉得增肌增重 比减脂还要难 特别考验一个人的耐心和毅力 而且很多时候 我并没有百分之百地完成 自己给自己规定的计划 但是追求更好的自己 而不是完美的条件 才是能够让咱们持续进步的健康心态 最后我再说一个 大家很多人都在问的问题 我到底应该先增肌 还是先减脂呢 以下呢 是我的个人经验 你可以参考一下 假如你现在完全看不到 自己的腹肌线条 也就是高于15%体质左右的状态 那么你可以在保持力量训练的情况下 调整饮食 开始减脂 直到减到你自己觉得满意为止 再开始增肌 但反过来 假如你现在腹肌也挺明显的 也没有什么肌肉量 那么很显然 你可以开始增肌 刚好增到16%17% 也就是腹肌快要消失的时候 再重复减脂 在整个循环过程中 只要你的训练水平 是不断升高的 那么你就在一个 持续增肌的状态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完整内容 如果大家觉得这个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 没有关注我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击订阅 并把你的小铃铛点开 其实一个人的身材 表面上看 反映的是你练了怎么样 吃了多少 但实际上 反映的是你整个生活状态 你就比如说 在我这三个阶段 看上去是训练水平 和健身年数的不同 但它真正反映的是 我当时的职业 生活重心 以及人生目标 所以说如果大家觉得 增肌和增重 对你来说很重要 那么你就应该把它 上升到一个相应的高度 放弃掉一些东西 你才有大几率会实现 好 那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 下期见